因為他夠營養 然後又怕他太胖 我不喜歡他們喝飲料 飲料的糖分很高 可是後來爸爸就走進來 一直大喝飲料 對 吃飯 他媽媽好好喝 妳要不要一口 就是很不希望跟小朋友 一直有這樣子的衝突 因為爸爸會喝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喝 為了營養這件事 我還特別上網去找 現在團媽全部都在推薦的這個 黃金營養素 它這個一包裡面 它的蛋白質等於1.5顆雞蛋 一個小朋友1.5顆 兩個小朋友3顆 我要想多少菜色 然後補充進去 沒錯 然後一包裡面 它是含 這個太好了 他們需要鈣 對 你要成長 你的蛋白質 鈣質 都是最重要的 然後它的鈣質是 紅棗鈣是最好吸收的 它最天然的 大家疫情最重要是什麼 現在大部分都缺低 就是都得要靠食物上面的 那個健康食品來補充了 因為光晒真的是不夠的 其實它在我們一般的營養素裡面 比較難去攝取到 所以如果你特別補充 其實是我們現在的保護力 最需要的 那蛋白質 我們剛剛除了知道 我們肌肉生長很重要 可是蛋白質裡面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它可以刺激我們這種 生長激素的分泌 那生長激素 在我們這種青春期的孩子外 進入快速生長期的時候 它的這個 生長的時候 它的荷爾末的必需 所以它是它的成長的 黃金關鍵 紅棗鈣比較特別 它有一個特殊的 蜂窩性多孔性結構 所以它特別的好吸收 它的生物吸收率 又高達39.4% 所以它非常接近牛奶鈣 而且它更好吸收 那額外講到維生素低 其實它是我們骨骼 生長一個很重要 也是現在知道 它是一個抗氧化 它就是對於我們 在免疫力的維持也很重要 那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成分叫 腦磷脂 這個你知道 其實當媽媽很怕一件事 這小孩坐不住 專注力不夠 那你專注力不夠的時候 你學習就事倍功半 然後我給小朋友喝了這以後 還有其實你們會發現 腦磷脂它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是對思緒 它讓你思緒更清晰 誰需要 媽媽很需要 腦磷脂其實對我們的 提升我們思緒的速度 或者是說 我們學習能力或專注力 它是有幫助 那腦磷脂這樣子的 這種營養素 其實在一般的天然食物裡面 它也是含有的 只是很可惜 在天然食物裡面 它的吸收度特別不好 所以如果說有特別這樣的 營養上面的需求的話 就會建議從淨脆過的 這些保健食品裡面去攝取 它的效果會比較好 它有四種口味 你都不用擔心小朋友不愛喝 巧克力 寶梅 布丁跟原味牛奶 無糖的 有個巧克力 然後半包 加上牛奶 這樣就OK了 非常好喝